呃 不会 第一首歌是 亲爱的 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 很轻易 亲爱的 爱上你 告白气球 8月周董开唱来得及吗 昨天议会也通过了决议 我想 当然我们就会遵照议会的决议来进行 蒋湾接见北市天津小巷活动前夕 针对大巨蛋扮演章会等大型活动 昨天议会国民党提案已经通过 不过议员苗伯雅质疑 蒋湾部长被帮远凶松绑的骂名 因此想当不沾锅 蒋湾重申立场 我们还是要照议会的决议 来依照相关的程序 先发文 询问 也要依照原本相关的规定 进行各项的程序 蒋湾强调北市府会不断的努力 克服各项限制与困难 不过外界关心 大巨蛋的漏水问题 是否会影响歌手开唱 蒋湾强调北市场回应 大巨蛋一直漏水 第一首歌是要唱听下雨声音 不会 第一首歌是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很轻易 告白气球 谢谢 蒋湾强调北市场 有单多数歌迷人在等 能在巨蛋开场的请贴 蒋湾强调北市场 8月已经空下来了 哇 但是我不知道大巨蛋的回复是什么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很轻易 告白气球 我想我们都会保持沟通 我们都会尽力的努力 来让大巨蛋可以举办演唱会 等大型活动的方向来进行 那我们就是很努力 来朝向市民共同的期待 不管是从去年我们上任 积极地让大巨蛋能够完工启用 接下来我们也很努力地来克服各项 过去所加注在大巨蛋上面的限制 让他可以尽快地举办演唱会 在内的各项活动 所以也很谢谢周杰伦他有表达 他很希望能够来大巨蛋演唱 我们也非常欢迎 大家都在问 台北大巨蛋什么时候可以开演唱会 真的像副市长李四川说 下半年有望吗 周杰伦都说八月档期空出来了 是在喊话大巨蛋 八月来开唱吗 今天台北市议会在审查全案 我们党团更是全面假动 要让大巨蛋解套 我们还来告诉我们 百亿商机见在弦上 就差一场演唱会 好 巨蛋哥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 今天我最喜欢讲这一题 大家常常讲八字有没有一撇 我告诉你八字现在已经两撇了 已经两撇了 但是这个月还把它写上去 还没有月 为什么 因为还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观众朋友我先跟大家报告 周杰伦要开演唱会 就是对台湾来讲 歌迷多多 引颈气盼的事情 他在大陆 他在长沙到处演唱会 很多人买不到票 还是在外面听 周杰伦是我们台湾的歌手 他怎么不让他开呢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他的恩怨情仇 先说我觉得周杰伦才是真正的 实质评论员 他比我掌握得更精确 为什么 因为昨天他出席那个精品 等我再放 因为我会关注他 我是杰伦粉 他昨天晚上出席这个精品活动 是精品活动 我们看这个画面 那精品活动讲精品 他就突然回答到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我 八月会不会回台湾开演唱会 我也在等 然后我准备好了 我八月排空 我可以办演唱会 讲完之后 我那时候在吃面的看他直播 我刷一条 我现在准备要去买票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 为什么说他比我更精确 因为昨天 军安哥他昨天才讲完 今天台北市会就处理这个 是不是 你知道啊 你刚提到周董 最懂民意是真的 昨天这一场明明是精品 记者也都不问精品 演唱会 演唱会 你们要什么 我就给你们什么 那他的京剧团队也吓一跳 因为怎么会由杰伦 亲自跑出来讲这事情 但是实际上京剧团队也跟 因为媒体记者 娱乐线一定会问 说没有错 六月也有演唱会 对不对 然后九月也有演唱会 八月确实都没排 所以既然八月都没排 现在也已经六月底了 所以只要 简单讲 观众朋友 我先来第一个结论 只要 大巨蛋真的能排给周杰伦 他的经济团队 还有歌迷 还有歌手本人 应该都准备好了 八月 大巨蛋 有谱 周杰伦演唱会 我那个怪虎 现在就是这样 因为台北市会要新公会 大家稍微查一下 建筑技术规则一二七条 我再讲一次 建筑技术规则一二七条 我在大概半年前访问 李四川副市长的时候 我就直指这一条 到底什么问题 来观众朋友 今天还进到市政一点的部分 我一定讲的 让我们报信的观众朋友听懂 到底真的关系 你看周杰演唱会 是不是人都那么多 对不对 像高雄的主场馆 国家局馆 大概有四五万人 它大陆却也都是一样 台北有没有能够 容量四万人以上的场馆 这颗蛋 就只有大巨蛋 因为大巨蛋出来之前 台北没有那么大的场馆 小巨蛋多少人 观众朋友 负责人告诉你 一万人 对不对 张学友都去小巨蛋 为什么周杰伦不去 第一个 这是一个恩怨情仇 大家上网查一下 2019年 2019年的时候 周杰伦有申请 小巨蛋要开演唱会 结果后来被台北市政府 文化局给驳回了 周董 陈奕迅也要办 也被驳回 上网看一下 周杰伦那时候要申请 结果被驳回了 他很生气 他说哥要回台湾 把你唱会 还要你同意吗 所以从那以后 他就没有再申请过小巨蛋 这一次张学友来 也在小巨蛋 但小巨蛋一场就一万人 所以就因为先前被驳回过 那驳回理由 回去问一下 当时柯师傅怎么讲 柯文哲市长当时还被追问 为什么拒绝他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小巨蛋 是给中咖的歌手 他太大咖了 这哪里是理由 他都又一回来唱了 所以我就不要讲这一题了 因为当时很多的解粉就讨厌 就是柯文哲市长他驳回 那驳回理由 但驳回以后 周杰伦就不要小巨蛋了 他就等大巨蛋 在商业上也有这个代表性 因为他是第一个 到大巨蛋开上的 好 第二个问题 来 观众朋友 你看到这是最近 包含兄弟队 他的人数到超过三万多人 三万多人都挤进去了 你还在那边跟我讲 不行到底怎么回事 来 我现在跟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 三万两千九百八十八人 再往上顶 甚至可以到四万人 那这个大巨蛋可以转到那么多人 周杰伦也觉得满意气候上 为什么卡到现在为止 只有办棒球赛 没有办演唱会 君彥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样可以转到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行 我告诉你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他的球场在我们的地平面 往下十公尺 好 这就是关键了 很多人都不了解 因为他的动线在国布机馆旁边 我们送完机场的飞机起飞 以后要往右绕 所以当时连台北101的高度 跟大巨蛋都有楼高限制 那打棒球我怎么知道 进来一个怪力 你打那么高以后 所以他为了让这个巨蛋不要那么高 往下挖 所以对 大巨蛋 来 观众朋友你看 现在这个东海 你看这个 来 君彥哥你看 它的球场的下面这里这个地方 是比外面的忠孝东路 国父纪念馆的地平面 还要再往下十公尺三楼半 所以地平面是这么高 我以为这个地方是地平面 不是 它是地平面往下十公尺 地下三层的代表 观众朋友你注意看 因为这个棒盪球赛的时候 上半多人对不对 这边是这个本领板后方 这是三楼 这是一楼 这一些人 他其实都在地下一楼的高度而已 对 可是如果办演唱会的时候 你以为周杰伦是怎么样 他是奥特曼吗 他是巨人吗 他也是一个人 所以当他的那个演唱会的台 在中间的时候 下面要不要摇滚去 这一些草皮 观众朋友你了解吗 这些草皮就会有观众 很多很多很多人 这些观众对 演唱会的观众摇滚去 前面VIP去的观众 就会在地下十公尺的地方 看演唱会 那就听啊 怎么了吗 可是你今天演唱会也要安全的 逃生的计划 所以现在为止 打棒球的观众朋友 不会在那么低的地方看棒球 演唱会的观众朋友就会 所以建筑基础规则第127条 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让 已经在地下水平面 十公尺以下的人离开 离得及输射 没有演练过 所以才没有办法办 但是其实内政部跟台北市政府 还有议会都有讲说 建筑基础规则第127条 你只要去背查 要有整合过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就给你审核 包含李四川 蒋万安 台北市议会的议员都同意 现在就赶快发函到内政部 只要内政部同意 大巨蛋就能办演唱会了 朱惠来 我觉得今天为什么谈这一题 这是我们所有接近 大巨蛋开唱最接近的一刻 因为今天台北市议会 甚至发动假动 要把大巨蛋推向促成 它可以演唱会 连郭总都说我八月都空下来了 有可能吗 是 其实我们今天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昨天周董说我八月空下来 大巨蛋给他一个档期 那很多周董的谜 也可能心里在想说 周董我们八月也都空下来了 所以今天国民党团就假期动员 为什么会有这个假期动员 因为其实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教委会 我是召集人 我们就在审一个提案 希望让这个大巨蛋 能不能扮演唱会这件事情 有一条路可以走 有一条路可以走 这个提案已经送到委员会 本来昨天就可以过关 去韩询内政部 然后就剩临门一脚了 结果因为有一些民进党 或者是苗波亚的一些意见 让他卡关了 那于是周董喊话了 国民党团就要做一些事情 呼应这个希望 我们在地的巨星 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办 这种大型演唱会 所以国民党团今天就假期动员 希望说今天让他顺利的过关 那结果后来民进党党团也觉得说 算了不要再党了 所以今天后来没有表决 就让他顺利的过关 那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关了 就是大巨蛋远雄自己 要做好各种活动模式的model 就是比如说你要办演唱会 办年会 办音乐会 每一种活动模式不同的人潮 都要设计一个逃生避难的model 送审之后 验证之后 公安没有问题以后 就可以办了 就可以办了 我们更希望就是 大巨蛋不只带来 就是庞大的经济 大巨蛋更是可以带来 城市的光荣跟骄傲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那当然是就剩下临门一脚 希望远雄的速度可以加快一点 周总说他八月空下了 但当然现在已经快要七月了 这个八月可能还是太赶 能不能像副市长说的年底 就先给他办理场来 大家嗨一下 我觉得相当有机会 先讲大巨蛋在台北市非常重要 而且具有指标性的运动场馆 当初它的设计 就是除了办体育赛事之外 还可以举办非体育的赛事 也就是所谓的演唱会啦 大家等了很久 但是因为之前 柯市长有一些他的特殊考量 他在大巨蛋的始朝上 附计了一些注意事项 所以导致大巨蛋之前 一直没有办办演唱会 但现在台北市会 刚二读云通过了 所以接下来 大巨蛋只要依照规定来申请 它是极具有可能在年底前 就可以举办演唱会了 所以跟郭董 周董 报告一下 这不要急啊 这个大巨蛋很快开演唱会了 而且大巨蛋第一场演唱会 希望由您来开 而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去抢票啦 因为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 但问题是 现在我真的反而不担心 大巨蛋能不能开演唱会 我真的担心的是 大巨蛋的场地 能不能给民众一个 更好的演唱会体验环境 要知道大巨蛋从去年 开始打棒球赛到现在 问题非常的多 光我直询就直询了两次到三次 包括他的观众座椅上面 卯钉可能会割到衣服 还有楼梯上面纸滑条脱落 最严重的是 大巨蛋从去年四季运到现在 漏水至少六次 这是最大的痛 最大的痛 只要下大雨几乎必漏水 解决不了嘛 那么久了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不能说的原因 不能说你还说 快说 停工太久 当年停工太久 好 停工完之后 它都有些设计 包括了对于屋顶的覆盖层 包括有一些拐线的问题 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的 友善解决掉 对 所以造成现在只要下大雨 外野 常常很多地方 都会出现漏水的情况 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办任何的场地 办任何的活动 都会让民众有的不好的体验 这才是最糟糕的地方 毕竟大剧段我相信 绝对不只是台北的骄傲 也会是台湾的骄傲 因为包括台中 包括高雄 都希望能够有大剧段的产生 所以接下来我希望 包括我们议会 都会继续地督促台北市政府 以及远雄 希望能够尽快地 把大剧段场内的环境 美化 优化 并且改善之前 有些错误的设施 让所有进去的民众 都能够得到最美好的体验 才是台北市之福啊 所以雨萱 关键就在于 全台湾都在等台北大剧段 演唱会这个终极之唱 能不能让它松绑 真的给它唱下去 就像李世川副市长说的 百亿商机建在前上 因为我们讲 高雄的整个演唱会经济 已经蓬勃发展到 对于整个高雄市来讲 已经完全提升着 他们整个产业价值 是大大不停在想 不对啊 你台北市有一个63169人 这更好的场地 就是我们的大剧段 毕竟孵旦孵了那么久 总该看它变小鸡 变成金鸡母了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要来盘点 零零续续 附近到底有哪些商家可以成立 其实俊阳哥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非常兴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家走路到大剧段 只要5分钟而已 我照演人住在这里 所以我今天就是来 大家看看 我以后会去哪边逛好不好 我赚到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你看到 它总共有AB两栋 而A栋就是我们讲的隐层栋 B栋你看到 5万3458人 你要想 这整栋 通通都会摆成商场 而且它临近的 就是我们的光复南路 对不对 所以它的光复南路 以及自民大道这个区域 是非常热闹的 那会有哪些 比如说第一个 远东搜狗 其实远东搜狗 这个大剧段 你对它来讲叫做锦上添花 为什么 你光看它去年 也有下死人 528亿 已经年增10%了 可是它未来又会在大剧段 这边新增一个据点 而这个据点 也能过去不一样就是大剧段 很多会来看的是什么 有些是外国人 有些是观光客 有些是来自其他县市的人 因为毕竟你办演唱会办活动 他们通常不一定会是台北人 而他就讲 光是我们大剧段 这边新生设的一些餐厅 可能还会再增加1% 才1% 你说什么商场 这500多人 所以如果增加1% 代表它未来整个商机 包括它进驻的餐椅 都将会蓬勃发展 好 我们看到了 百亿商机有点这么多 有点这么堂肯 来 已经全面动起来 所有我们在美食界吃客们 他们知道的品牌 都已经拔装往这个地方来插齐了 对 没有说 因为讲到这个 各位 我真的不是刻意要推销 我自己很常吃 我很常带我的家人去吃什么 金星 但金星大家知道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不是说它特别便宜 也不是说它特别好吃 而是它是24小时 你想吃随时都可以吃 所以我相信很多报新闻观众朋友 包括年轻好朋友他们干嘛 很多晚上唱完KTV 这个逛完街 就跑去吃金星 结果金星跟你讲 来 舅舅部 我们来大巨蛋这边 弄一个更厉害的叫什么 大巨星 就金星的星加大巨蛋 大巨星 他说这大巨星 雨萱 所以他又是金星那种港式餐饮吗 不是 各位 你看一下 这个装潢的确有港点 但它整个装潢的设计 是包括我们讲的比较摩登的 甚至一些比较现代 比较前卫的 整个美活的美奂的 他们就讲这个东西 不只是原本的一百元 这是我们讲过去的百元港点 它现在变成是不是 它会提供全然不一样的餐酒馆 换言之你在那边可以喝调酒 比如说它有一款调酒 因地自宜 它就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大巨蛋 大巨星 是 它就叫大巨星 它调酒就是当地的地名 但是取一些当然是这种谐音的嘛 但你想想看这对于年轻人来讲多有意思 我都知道它的整个商业模式了 因为第一个 那边靠近国父纪念馆 所以很多附近的人可能续拖 又会跑来我们的大巨星 那如果说你是看这种演唱会的 看得很晚嘛 看完场看到11点 想要吃你东西 煮就饿了 想要吃港点 但通常半夜没有什么太好的餐厅 它就去给你举办了一个叫什么 有我们的港点 而且你想要续拖 你想要喝酒 通通都可以来这边 所以它的瞄准目标很清楚 就是对着贵妇跟夜猫族而来 现在讨论的不是只有一个港点 就是说大巨星餐酒馆 我告诉你 在这个背后是夜经济 是美食经济学 你要知道 这边一亿个大巨蛋园区 一路之隔 那边是信义计划区 吓死人了 过了这个地方 到底我闯进了什么样的地方了 那各位我们从相对位置看 就非常清楚 因为这一条路是光复南路嘛 对不对 那上面这边就是市民大道 那不好意思这一条叫做什么 中校东路 那这边就国父纪念馆嘛 所以外言之这边整个区域 本来就是临近东区的地带 年轻人就特别多 所以他们也想到一件事情 我大巨蛋谁说只能唱演唱会 别忘了大巨蛋最有名 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打棒球 可以看球赛 我可以做很多这种活动嘛 最近是不是我们包括表演赛 都一直在进行当中啊 所以金色山脉也瞄准这个商机 它采取不同的目标 你找贵妇 我找年轻人 它用个叫Sports Nation 看起来叫做什么的 我们讲运动的国家 运动共和国 但事实上你看这个牌价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说不对啊 你不是要运动吗 为什么上面这个 搞得跟什么港股啊 股票市场NASDAQ一样 怎么有一堆是牌价 对 因为它叫做 电子酒精的交易所 换言之呢 它不只是有这种环状的萤幕 让你看到说你想要点的 就是各位你现在看到的 有没有一直在转据圈 一直在转据圈 旁边你还要看到有什么 有投影萤幕 往后等于就是说 我想要点酒的时候 我就可以跑到这边柜台 然后跟他点一点饮料 甚至无酒精的 然后转身之后 我就会看到整个大萤幕 转播现在实时的 球赛跟现况 好 在这地方看球赛 等着能听演唱会 再来全台史上 最顶规的戏院 剧场也要在这个地方开幕嘛 对 没有说我们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秀太隐成 大家看到这个萤幕 想说宇轩这不就IMAX吗 有什么大不了 我跟我讲不是 这跟IMAX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连一般电影也能够放 换言之它不是IMAX 它是另类的 从韩国引进来的一种最新技术 这个技术是做什么 它把原本的萤幕 是不是只有一面对不对 我把它变成三面 换言之有270度的角度 我可以四面八方 很像环绕的奇景 各位你看 而且这还有点3D立体影像的感觉 赤字多少钱 花了3亿元打造3000平 换言之整个所有的厂商 不只把大巨蛋当作是一个 兵家必争之地 甚至是让自己最精锐的部队 最精锐的产品精锐进出 想要在这边一较高下 看谁是竹雄